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这 这么漂亮的妹子还出来相亲 你 你好 我叫楚男王 大儿在读 楚 楚男王 这是人名吗 呃 感谢爸妈 真是自带幽默感的名字呀 呃 你 你会愿意找一个家庭条件一般以下 但是非常努力 有上进心的男朋友吗 当然啊 是也是要看两个人一起打拼才有意义嘛 关键还是要两个人相爱 貌似中奖了呀 我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啊 呃 你好 找我女朋友有什么事 啊 对 对不起 认错人了 楚男王 你就是我二表姐的同事的儿子啊 啊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虽然有很多人追我 但你可不要以为我是个闲平爱富的人哦 我不会介意找一个家庭条件一般以下的男朋友 只要他有上进心就行 事业是要靠两个人一起打拼的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说是吧 妈 通过这次相亲 我确认了一件事 全国注定单身的男人 一定不值三千万 别气你 儿子 相亲的道路上建成下去总有一天能不休成正果 别了妈 我这才大二 相亲的次数 手指脚指加起来都不够数了 你听妈跟你说啊 最近有一款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APP 不 是APP 是什么人工智能 对 哎呀 美人 一万人中总有一个适合你 最近做广告做得可厉害了 真的挺有用的 你靠底下王阿姨的那个傻子都找到对象了 你快去注册一个 这就暑假给妈带个中儿媳回来 妈 您就让我休息一会儿 安安心心地读书吧 我想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就你那破耳门 连九八五二一一一都不是 我叫个社会指望得上你 就算驾驶条件告诉你 换走二十多年前 连小熊王兵都比不过你妈 我都看不上你 你注不注册 你不注册 我可帮你注册了 别 妈 千万别 选个慰问信 都被人当成恐吓性的文学素养 这AI能给我匹配出什么怪物来 不就是个数据库信息匹配 包装成狗屁人工之的 也就我妈这些人被唬得一惊一乍的 我去 什么信息要填得这么细 我哪里会知道几分几秒啊 有病吧 相亲还要知道血型吗 作为一个相亲专业户 虽然是被老妈逼的 不过这款相亲软件 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啊 我去 查户口也不要这样吧 作为一个有着三十次失败相亲经验的滋生人士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作为相亲就是一群恋爱无能的人 和一群恋爱绝缘的人互相伤害的战场 要谈恋爱 除非奇迹发生啊 我决定了 从此刻开始 我发誓要结束这种相亲生活 好好学习 认真读书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结束贡献的优秀男儿 等到我功成名就 站在人身巅峰 到着追我的妹子 就是现在这些拒绝我的女人们的女儿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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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你 你好 喂 小胖 男生宿舍怎么能带女朋友进来 要是有人在看什么不可描述的片子 不是会很尴尬吗 我最后再说 我最后再看什么不可描远的片子 就是我最后再看什么不可描远的片子 和她感情的不可描远的片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